朋友们好,这期继续讲农民混官场第13篇,赵天雄感到有些有些不妥,唱票人和监票人都成了尹大发的人了,就太容易出问题了,虽然事后选票都要存当的,可以查阅,但是那样一来相当麻烦,一般情况下,选举结束后,选票也就算完成了他的使命,等到一年半载后,在组织部门的监督下销毁拉倒了。 赵天雄刚想说换一名监票人,但是他刚要张嘴,站在他身边的小方却忽然对尹志高说道,好吧,那你到前面来吧。 领导发话了,赵天雄也不好再说其他的了,再说,不是还有领导在一边看着吗?他们总不会也胆大妄为地玩猫腻吧,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 他哪里知道,这次唱票人和监票人都是之前尹大发安排好的,为了让村民们不和尹大根,尹志高征,他可是花了不少钱。 而小方恰恰是刘友才派帮助尹大发的,尹大发的五十万,他可不能白拿。 此时,小方的心里也有些坠坠不安,来的时候,刘友才已经暗示过他,让他监票的时候,做点手脚,他本来以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唱票人,监票人,和起伙来玩跳票,基本没个跑,并且按照惯例,其他的选民在唱票期间是不能到唱票人身后看票的。 但是,最让小方不安的是,镇长段光辉忽然临时决定和他一起来到了赵庄。 段光辉是村支书提上去的,对农村选举中的猫腻可是比谁都清楚。 更要命的是,段光辉虽然和刘友才明面上互相尊重,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两人根本尿不到一个狐狸去。 虽然刘友才比较强势,在许多事情上的发言权,段光辉明显处于下风,但是在农民中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段光辉也绝不是好惹的祸。 今天自己要是真敢替尹大发完票票,被段光辉给看出来了,他非得被组织处理不可。 再说,就算段光辉什么也不说,只是往他们身后一站,他们就甭想在唱票的时候动点手脚了。 到时候再另说吧。 真帮不上尹大发也不是我的责任。 小方秘书无奈地想到。 尹大根和尹志高来到主席台上,在小方秘书的监督下,打开投票箱,取出投票,开始清点票数。 票数小鱼发出的票数,选举有效。 尹大根开始唱票。 妇女主任顾小梅在黑板上画正子。 赵长枪,尹大根大声喊道。 唱票刚开始,多少人盯着自己呢? 不能乱来,等会儿再动手脚。 顾小梅挥动手中的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写下赵长枪的名字,然后在后面画了一横。 赵长枪看着站在主席台上,黑板前面的顾小梅,心中忽然荡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 这呀,竟然想起了那次因为书方嫂子被欺负的事情,她惩罚顾小梅时的情景。 那次,自己长枪植入,直倒巢穴,弄了个痛快,差点没把顾小梅弄成大出血。 事后,赵长枪对顾小梅也曾经有过一丝歉意,但是一想到她和尹大发合起伙来想欺负书方嫂子的事情, 她那丝歉就,就非得无影无踪让赵长枪大跌眼镜的事。 从那以后,这个传说中命犯桃花的女人,竟然再也没有在村里勾男人,并且和尹大发也撇清了关系。 不再来往,这女人竟然痛改前非,彻底从良了。 现在的顾小梅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狐媚和骚浪,有的只是农家妇女的朴实和自然。 这样一来,反而让她看上去更漂亮了一些。 顾小梅的一手粉笔字,潇洒漂亮,一点都不像出自一个女人的手。 这又让赵长枪对她的印象大大改观。 真负诗节,不如老季从良,赵长枪不禁也为顾小梅的改变而高兴。 小枪,第一票是你的,站在赵长枪身边的王淑芳满脸的喜色,用手臂轻轻地碰了一下赵长枪说道。 嗯。赵长枪不置可否地恩了一声。 这家伙正在想顾小梅的事情,根本没听见书方嫂子在说什么。 小枪,你在想什么? 王书方看到赵长枪有些走神,便再次碰了碰她。 哦,我在想,你说这次我会得多少票? 赵长枪随口说道,心里不禁有些愧疚,要是让书方嫂子知道了自己心中在想什么,非得把自己唠叨死不可。 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你看你已经十几票了,尹大发还一票也没有呢。 王书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赵长枪?赵长枪? 尹大根嘴里不断吐出赵长枪的名字,赵长枪名字后面的正牌成了一大牌。 顾小梅将正字写到黑板最右边后,又能回到了黑板的最左端。 尹志高站在尹大根的身后,眼睛死死地盯着尹大根手中的选票。 面色越来越难看。 他现在恨透了赵庄的泥腿子了,这帮混蛋拿老爸的钱时,口口声声说一定要选老爸当主任,没想到世道临头,都是赵长枪的票。 尹大根心里也直冒火,他恨不能现在就大声问问那帮混蛋玩意为什么收了自己的钱,收了自己的东西,却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填选票。 小方秘书责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目光不时地在人群中赵长枪和尹大发的身上来回移动着,他有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如果两人的选票不分上下,呈现胶着状态,他也许能帮帮尹大发,给他多弄个三票两票的。 但是就这局面,他相帮也没法帮。 小方甚至怀疑,在选举进行之前,尹大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怎么糟糕成了这样? 尹大发?终于有人选尹大发了。 顾小梅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出尹大发的名字,然后在后面画了一横。 接下来连续五六张都是尹大发的票。 尹大根挤人的脸色,这才变得好看一些了。 照这个势头下去,尹大发的票很快就能追上赵长枪,但是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 接下来,竟然又全是赵长枪的票。 妈的,不管了,老子要玩因的了,尹大根决定开始故意念错人名了。 但是就在此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他不用看就知道那人是镇长段光辉。 他的心里一哆嗦,竟然不敢作弊了。 接下来,段光辉就一直站在他的身后,他根本没机会弄虚作假了。 只好实打实地念着选票上的名字。 一个小时后,唱票结束,顾小梅统计选票结果,赵长枪最后得票867票,尹大发只得了145票。 尹大发算彻底地赔了夫人又折兵,逮不着狐狸惹脏骚,钱也花了,东西也送了。 最后竟然是这个结果,连脸面都丢光了,这个老混蛋在人群里气得牙根直痒痒,恨不能从哪里弄挺机枪,将赵庄的泥腿子都吐吐了。 赵天雄取过麦克风,当众宣布赵长枪成功当选赵庄村主任,让赵长枪上台发表就职演说。 我不服,赵长枪根本没有资格当选赵庄的村主任。 赵长枪刚想迈不上台,台下忽然传来尹大发的怒吼声。 尹大发有些歇斯底里了,搭钱搭力,最后是这个结果,他实在接受不了,神经都快出问题了。 此时,竟然不顾一切地想改变选举结果。 哦,不知道尹大发同志有什么不服的,赵长枪是村民共同选出的新主任,他为什么没有资格当选? 赵天雄一脸笑意地看着台下的尹大发。 多少年了,他一直被尹大发压得死死的,尹大发作为村长,却经常对他这个知书指手画脚,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现在终于轮动自己扬眉吐气一把了。 在他看来,赵长枪虽然人年轻,性格也暴烈,但是绝对不会像尹大发一样在村里胡赖。 赵长枪是黑社会分子,身上有暗底,尹来福和尹来财就是被他打进医院的。 到现在还没出院呢?这样的暴力分子怎么配当赵庄的主任?尹大发怒吼道,他算豁出去了,就算自己当不成主任,也不能让赵长枪当上,赵长枪当了村主任。 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送进监狱,那样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完了。 老主任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可以作证,尹大根带着几个尹家的小年轻,大声吼道。 台上的小方秘书深深地皱了一下眉头,看了身边的段光辉一眼,轻声说道。 段镇长,您看,段光辉随意地对他摆摆手,说道。 凡是做事都要将证据,我们先听听赵长枪怎么说。 此时,原本走向主席台的赵长枪已经掉头走到了尹大发的身边,冷笑着说道。 尹大发,要可以乱喝,死了也就你自己的事,话可不能乱说,得讲证据,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黑社会了? 哼哼,赵长枪,那我问你,尹来福和尹来才是不是你派人打的? 尹大发冷笑着问道我赵长枪名人不做暗示,人是我的几个朋友打的,但是我事先并不知道,就算我知道又如何,这就能说明我是黑社会吗? 他们为什么挨打你不知道吗? 还没等尹大发再次说话,赵长枪竟然将尹大发设计玩弄田大海,打击尹大陆,陷害赵炳武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而尹大根和尹来福,尹来菜就是他的帮凶。 赵长枪说完,竟然几步走到主席台上,摸出手机,按了几下,然后将手机放到了麦克风前。 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马上传出了小翠花那天晚上对赵长枪说过的话,大家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揍,赵长枪对着话筒喊道。 该捧,小偷小摸打死不多,没打死他们,算便宜他们了。 什么狗屁的厂长,主任? 一肚子难道女昌,得知事情真相的赵庄村民愤怒地大声吼道。 赵炳武看着身边愤怒的人群,心中对赵长枪充满了感激,自己因为强,尖罪被带走的事情,村里人可都知道,虽然后来赵长枪将自己从派出所带出来了,自己也和村中其他村民说过自己是冤枉的,是被小翠花那个骚货给阴了。 但是这种事情越解释越黑,赵炳武最后都懒得向赵庄的乡亲们解释了。 现在赵长枪算是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为自己证明了。 尹大发有些发懵,他没想到自己的老拼头不但出卖了自己,并且被赵长枪掌握了证据。 他恨不能现在就到小翠花的面前,将它撕成碎片。 赵长枪,你血口喷人,那些事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肯定是你串通了小翠花那个骚货来污蔑我,小翠花,你给我站出来,给老子说清楚。 尹大发子台下疯狂地怒吼道,一边吼叫,一边在人群中不断寻找着小翠花,但人群中那里有小翠花的影子。 尹大根和手下的人也在人群中寻找小翠花,这家伙还不断地威胁那些选民,说他们收了他们的钱,却没有给尹大发投票,他早晚要找他们算账。 石料厂的那些人可不是白养的。 赵庄的村民也不是好欺负的,心说,尹大发都下台了,你尹大根还狂个屁呀,还能当着镇上领导的面打人不成。 收东西怎么了,尹大发这些年贪污了村里多少钱,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得的,并且远远不够,一个年轻人对尹大根大声喝倒。 把尹大根气得直翻白眼,他身边的几个手下看到厂长受了欺负,竟然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去打那个年轻人。 尹大根带来的几个手下都是石料厂看厂子的,平时就经常欺负人,根本不把赵庄的村民放在眼中。 一个家伙竟然一拳就砸在了那个年轻人的脸上,年轻人的脸上顿时成了颜料铺,但那年轻人却也彪悍,竟然不管满脸的鲜血, 伸手将腰间的皮带抽了出来,对着尹大根手下的脸就甩了过去。 啪的一声,皮带烧子直接甩在那家伙的眼睛上了,眼珠子差点没被甩出来,疼得他捂着眼睛嗷嗷直叫。 尹大根带来的其他人马上不干了,竟直朝那个年轻人冲来,但是那个年轻人却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叔叔大爷,哥哥兄弟,七姑八大姨,五娘六婶子一大包,呼呼啦啦全过来了。 尹大发躲在一边打电话,让砖瓦场,柳条长赶紧派人过来,他一边打电话,还一边示意身边的尹家人赶紧过去支援尹大根等人。 这家伙,现在八部的场面快点乱起来,越乱越好,闹厉害了,说不定这次选举都得作废。 场面顿时混乱起来,比之前赵庆猛和兽医闹矛盾时乱得还厉害。 都给我助手,段光辉抓起桌上的麦克风,大声地怒吼,但是大喇叭里竟然没声音,也没人听他的话,照天雄眼尖,几步走到段光辉面前,顺手打开了麦克风的开关。 大喇叭才传出段光辉的怒吼声,但是此时骚乱已起,已经不好控制了。 根本没人鸟,他那一壶。 段镇长脸上的汗都快冒出来了,基层农村选举村干部,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旦选举结果,不符合某些实力人物的意愿,很可能就会发生当场斗殴。 如果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那斗殴就会很快升级为几个家族间的泄斗。 到时候,不但选举结果要作废,搞不好还要出人命,要命的是,这种事情发生后,事后很难问责某个人,就像上次的小青和群殴事件一样,那么大的事情,事后也只是处罚了几个带头人而已。 魏婷有了之前的教训,这次反应相当迅速,带着几个民警,很快就感到混乱的中心。 但是这些狂暴的村民,根本没有把这几个警察放在眼中,仍然大打出手,也不知是哪方阵营里面的人,竟然把警察也揍了。 母夜差未停级的大姨妈都快来了。 他心里这个悔呀,他带人来的时候,曾经和赵长强通过话,赵长强让他带枪来,但是他想到,他们不过是来维持秩序的,又不是抓捕犯罪分子,带枪干什么。 不小心走了活怎么办,何况,他根本没有驮枪的资格,要想带枪来,得经过所长长二奎同意,虽然长二奎可能不敢为难他,但也是麻烦事,所以,他最终没有带枪来,其余的民警就更不用说了。 要是此时手中有枪,名枪示警一下,说不定能将骚乱的众人阵射住。 可是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啊?断阵射还在台上呢,搞不好他也得遭殃,最让魏婷郁闷的是,竟然有人趁乱吃他的豆腐,在他身上乱摸,当他想找摸他的人时,眼前到处都是骚乱的人群,根本分辨不出是谁伸出贤猪手小枪,你快想想办法,让大家都停下来。 赵天雄有些语无伦次地对赵长枪说道,现在这情景如果有人还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就只有赵长枪了。 断光辉眼前忽然一亮,将目光也投向了赵长枪,这家伙连当初小清河的大规模群殴都能迅速摆平了,眼下的情况应该没问题吧? 赵长枪,你已经是赵庄的村主任,现在你必须马上执行村主任的职责,制止眼前的斗殴。 断光辉马上对赵长枪说道,还没等赵长枪说话,就接着补充道。 可以考虑使用过激手段,但绝不能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 日,刚上台就摊上市了,尹大发,你这是铁定了,要给老子找麻烦? 赵长枪不禁小声嘟囔一声。 正在主席台上的赵长枪也有些急眼了,他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大规模打斗的事情。 这一次不比选举还没开始的那一次骚乱,那一次只有赵庄蒙和兽医两个人,参加的人员有限,他一句话就能喊停。 但这一次动乱刚一开始,已经向家族斗争的趋势转化,这帮混蛋甚至连警察都不怕了,他在大喊大叫还有个屁用。 要想制止动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其中的一方快速地全部放翻在地,震慑全场。 参加斗殴的都是农民,只有尹大根带来的人是一些街头混混,赵长枪若是参战,片刻间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此时他离骚乱的中心有些远,一时半会儿还真挤不过去。 如果他强行挤开人群赶过去,可能已经出现人员伤亡了。 赵长枪眼神似扫,心思急转,看看有没有方法快速地到达骚乱的中心。 当看到眼前的麦克风和旁边的供放机时,眼睛忽然一亮。 供放机的信号输出现,先是通过办公室前出煞下的水泥柱子连到屋顶,然后又横跨村部大院,到达大院中间高高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上。 赵长枪心中马上就有了主意,只见他一步迈出,就到了前出煞的水泥柱子前,然后纵身一跃,双手在四方形的水泥柱子上一搭,双腿在柱子上一蹬,蹭的一下就窜到办公室的房顶上。 小枪,你干什么去?赵天雄看着赵长枪奇怪的举动,以为这小子想溜,便着急地喊道。 赵长枪若是就这样走了,面前的混乱谁都解决不了了。 当然赵长枪刚刚选上的村主任也甭打算干了。 此时,骚乱中心的人群已经彻底扭打了起来,引大根手下的混混,大概早已经得到了准备打架的命令,竟然从身上摸出了市场上15块一根的甩棍。 这玩意虽然不能和正宗ASP甩棍相比,但是打在人身上也能骨断金折。 这帮家伙挥动着手中的兵器,没命地朝身边的村民身上杂趣一边杂,口中还骂骂咧咧。 狗日的,骂了隔壁的,让你们不讲信用,拿了老大的钱,不给他办事。 助手,都给我助手,魏婷一边尖锐地吼叫着,一边摸出警棍,朝一名混混砸去,他身边的警察也顶了上去。 挡下了几名混混的第一次攻击。 双方刚已一接触,高下立判,芙蓉镇的这帮警察,平时欺负各把老百姓还行,此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他们的心都抖成一团了,哪里是整天好用斗狠的混混的对手。 竟然有好几个警察,被混混砸翻在地上直叫唤,赖在地上不起来了,也不知是真受伤了,还是假受伤了。 魏婷用橡胶紧棍刚刚放倒一个混混,肩膀却被一个混混用甩棍砸了个结实。 魏婷顿时赶到半边膀子,都使不出半分力气了,甩棍也掉在了地上,那混混也疯了,竟然一点也不给女警花面子,竟然再次扬起手中的甩棍,朝魏婷的脑袋上砸下来。 其实,这帮混混早已经得到了尹大发的命令,如果真的在选举后发生斗殴,他会给他们一笔钱,先到外地躲起来。 所以,这帮混混下手极重,根本不考虑后果。 打死赵家的这帮混蛋,拿了尹家人的钱,不给尹家人办事,都他娘的该死。 尹大根在混乱的人群中大声地吼道。 这家伙明显没按好心,想挑起尹家人的愤怒,将斗殴升级为两个家族间的战争。 现在越乱越好,最好弄得不可收拾,那样一来,赵长强刚刚选上的主任也甭打算干了。 被打的村民大部分都是赵家人,而那些被打了的村民的家属亲戚,也一窝蜂地朝那些混混扑去,尹氏家族中的人更是红着眼睛朝赵家人扑去。 场面相当混乱。 但是,就当尹家人都想冲出去的时候,就站在他们身边的尹大陆也不说话,竟然不慌不忙地,从背后的一个长条形布包里,取出了一根50多公分的大喇叭。 尹大陆将喇叭口在地上一放,然后向上一提,50多公分的喇叭马上又提出两截,变成了一米半左右,尹大陆抄起地上的大喇叭,鼓圆了腮帮子,就猛然吹了起来。 呜啊,呜啊,呜啊。 农村红白宫市专用的抄掌大喇叭,声音相当恐怖,比村部大院的高音喇叭还要嘹亮,只要不是逆风,这玩意的声音绝对能传出十里地去。 就要冲出去的尹家人都是一愣,奇怪地看着尹大陆,不知道这老爷子突然发什么神经都给我回去,那是尹大发的事情,没我们什么事。 尹大发放下大喇叭,高声吼道。尹大陆在整个赵庄都得高望重,在尹家更是极有话语权,许多尹家人都停下了脚步,只是有些矛盾地看着场中的撕打。 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尹家人被赵家人欺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想去帮尹大发的忙。 停下脚步的都是尹大发的远之,尹大发在台当主任时,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但是和尹大发血缘关系较近的几个尹之,却没管尹大陆的提醒,一个二愣子还冲尹大陆吼道,老不死的,你妈死了,还是你儿子死了,在这里嚎丧,边说边冲向撕打在一起的人群。 尹大陆也不生气,更没有去阻拦那帮尹大发的尹之,他很清楚,对于制止这场斗殴,他能做的就这些了。 这些事情说起来挺慢,其实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此时,赵长强已经到了房顶上,他没有来得及回答赵天雄的话,而是伸手将高音喇叭的信号线抓在了手中,双臂一用力,啪的一声,硬生生地将信号线给扯断了。 赵长强抓着连接高音喇叭的一端,身体一荡就飘向了斗殴的中心。 人还在空中就双腿齐出,连续地朝几个混混的脑袋上踹去。 阿迪达斯运动裤加上长袖T恤,使他看起来好像翱翔九天的雄鹰。 几个混混马上惨叫着飞了出去,躺在地上直哼哼。 最惨的是,那个郑阳齐手中的劣质甩棍砸向魏婷那个混混,就在他手中的甩棍眼看砸到魏婷脑袋上的那一刻。 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由于受不住赵长强的撕扯,竟然从电线杆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已砸在那名混混的脑袋上。 高音喇叭的喇叭口是屡质的,没有多少分量,但是尾部的变压器却是铁疙大蝉铜丝,足有二三金尘,那个混混顿时被砸得满头是血,两眼泛白躺在地上不动弹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所有赵庄的乡亲们都退后,赵长强一声唬吼,震得众人耳朵都疼。 他在村中的威信本来就高,又极其彪悍,此时凌空飞跃,好像天兵铺匠一般,震慑了众人,很多村民马上停下斗殴,躲在一边,给赵长强留出了空地只有尹大发几个尽致的人。 由于赵长强当选主任,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没命地朝赵长强扑了过来。 对这些人,赵长强根本没做第二种想法,只有一个想法,就一个字打。 赵长强拳打脚踢,动作相当快,令人眼花缭乱,几乎看不清他出手的动作。 几乎不到两分钟,所有反抗的人就全部被赵长强放翻在地。 赵长强再一次向赵庄乡亲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彪悍,什么叫做横刀立马万马军中。 骚乱的场面终于被控制下来了,村部大院里又恢复了平静,直到此时,赵炳武和田大海等人才满头是汗的,从人群中挤到了骚乱发生的中心位置。 他们,他们还行不行,田大海傻呆呆地看着地上哼哼唧唧的人群。 死不了,赵长强淡淡地说道,然后对站在旁边直揉胳膊的魏婷说道,魏警官,剩下的事情你来处理吧。 段镇长刚才已经呼叫了援兵,不过芙蓉镇到赵庄的路太难走,恐怕他们得过一段时间才来。 然而还没等魏婷说话,村部大院的门口忽然响起几声刺耳的刹车声,几辆面包车骑刷刷地停在村部大院门口,接着从车里下来三十几个混混,手中都拎着武器,满脸煞气,看上去很吊的样子。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谁敢欺负我们老大?一个光头汉子一进大院就大声地连声问道。 给我打,见人就打,越乱越好。尹大哥忽然出现在这些混混的面前,然后边悄悄地离开了村部大院。 这家伙贼狡猾,自从赵长枪刚刚爬上屋顶,他就感到不妙,竟然弯下腰,从人缝里硬是挤了出来,逃过了被赵长枪暴打一顿的灾难。 这些混混都是尹大发将电话打给尹来福和尹来财,两个人又叫来的援兵。 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尹大发也已经趁着骚乱离开了,他知道在留下来,绝对没自己好果子吃了,公然煽动群众闹事,造成严重的群体事件。 非得被警察抓起来不可,虽然芙蓉镇派出所长是自己人,但到时候,他也难逃脱责任。 毕竟镇长段光辉还在台上站着呢,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何况,他可没天真的以为赵长枪会忘记和他打个那个赌,等骚乱平息下来。 赵长枪非得抓住他让他跪在地上给他磕想头叫爷爷不可,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帮混混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谁给他们钱,他们给谁办事,听了尹大根的话,嚎叫一声,就朝赵庄的村民冲了过去。 这帮人就像疯子一样,也不分什么赵家人,尹家人了,见人就打,纯粹为了制造混乱。 快点制止这帮混蛋,魏婷一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然又来了这么多混混,不禁焦急地对身边的赵长枪喊道。 他算对赵长枪彻底地服了,没想到赵长枪身子连动都没动,这压根本没打算过去,脸上反而露出一丝神秘的笑意。 你跨过去啊,不然会出人命的,你在这里笑个屁。 魏婷恨,不能过去掐死这个刚才还英勇无比的赵长枪了。 哈哈哈哈,我笑尹大根,忽然老糊涂了,他太小看了赵庄的乡亲们了,他要想制造动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刚才一样, 引发赵庄的家族战,但是现在,他让这些混混贱人就打,不分姓氏,等于犯了众怒,将所有赵庄人推到了一个同一个阵营内,你等着看吧,不出一分钟,这帮混混全都得完蛋。 赵长枪哈哈大笑着说着。 赵长枪的话刚说完,那三十几名混混就淹没进赵庄村民的人海里。 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混混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众怒难犯。 赵庄的村部大院面积相当广阔,几乎有一千多平米,但是此时里面聚集了赵庄近千名相亲,这些混混冲进了人群中,根本斩不开手脚了。 被赵庄的乡亲们摁在地上猛揍,特别是那些娘们,专门往他们裤装里招呼,将这帮混混打得嗷嗷直叫,心里对尹大根更是怨气冲天。 我低个老大啊,你这是发了一个什么狗屁命令啊,这不是让我们找死吗? 魏婷听着人群中不断发出的惨叫声,心中直发毛,一方面震撼于赵庄乡亲们的凶悍,一方面佩服赵长枪的脑瓜反应之快。 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不妥,那些混混也是人,将他们打死了也不是小事情。 不能让他们打下去了,再这样下去,那帮混混要被打死了,魏婷焦急地对赵长枪吼道。 我的魏大警官,现在我也没办法啊,你总不能让我将赵庄的百姓都打倒吧。 赵长枪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道,心中却想, 好,打得好,娘的,把这些村办企业的打手都干翻了,等我整改那几个村办企业时,会减少许多麻烦。 这家伙根本没想到,几天后,当他要整改村办企业时,这些看厂子的混混是被打进医院了。 但是尹大发却弄来了另一批更狠的人,差点酿成大祸。 赵长枪也经历了他当官后的第一次危机。 呜啊,呜啊,呜啊。 就在此时,村部大院里忽然再次传出尹大陆的大号声, 这玩意不能吹出曲子,只能发出几个语调,原因很简单,吹响他实在太困难。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一次大号声响起,赵庄的所有人竟然都停手了, 其刷刷地退向一边,将在地上直哼哼地混混露了出来, 尹大陆再一次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在赵庄的神奇能量。 接下来的事情是你的了。 赵长枪耸耸肩,对魏婷说道。 魏婷有些傻眼,地上一地的伤员,虽然受伤的大都是一些混混, 但混混也是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再说,这次事件是次严重的群体事件,连警察都敢打, 这帮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必须要严惩。 然而,要干这些事情,就需要人手。 但是跟自己来的十几个警察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直哼哼, 眼看是指望不上了。 此时只能依靠赵长枪了, 但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说剩下的事情都是自己的。 少啰嗦,快点组织乡亲们救人, 魏婷没好气地说道。 你看段镇长和天雄叔都无法组织起人来, 我怎么能行? 赵长枪看看不远处的段光辉无奈地说道。 此时,镇长段光辉已经在赵天雄的陪同下, 走下主席台,组织人手救人。 然而,此时虽然斗殴结束了, 但是满院子的众人却依然议论纷纷, 有骂娘的, 有叹息, 还有疼得嗷嗷直叫唤的, 到处都乱纷纷的。 段光辉和赵天雄在众混乱的局面下, 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人手来救人。 况且, 赵庄的乡亲们根本不想将这帮混混送医院, 刚才他们可没少在这帮混混手中吃亏, 要不是乡亲们人多, 还不知道被这帮混蛋给打多惨呢? 而那些刚才参与斗殴, 并且打伤了人的赵庄村民, 此时更是心中坠坠, 刚才的一切可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 这些警察岂能会轻易放过自己? 这帮家伙正在想着怎样为自己开脱呢? 哪里有心思去救人? 所以, 任凭赵天雄磨破了嘴皮子也没人听他的, 就连段光辉的话都不好使。 我不管他们, 你必须赶快组织人手将这些伤员都送到医院, 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 你现在可是赵庄的村主任, 魏婷毫不客气地说。 好吧, 但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赵长枪说道。 什么条件? 魏婷急忙问道, 心里还想呢? 都这时候了, 这个混蛋还提什么条件? 这次事件, 你不能追究赵庄村民的责任, 他们虽然也出手打人了, 但是, 他们是被逼的。 你只要追究尹大发和尹大根, 还有这些混混的责任就行。 赵长枪快速地说道, 时间不等人, 他也不想这些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 而造成生命危险。 但是他非常了解母叶差魏婷的为人, 这人做事太认真, 完事后, 秋后算账, 赵庄参与斗殴的群众, 逃脱不了制裁, 他刚刚当上村主任, 当然要为自己的村民说话。 魏婷这才恍然大悟, 这家伙拐弯抹角, 不过就是想保护赵庄参加斗殴的村民。 这家伙在借着这事, 在村民面前给自己立微信呢, 但是仔细想想, 赵长枪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况且, 他也不想赵长枪刚刚上台, 就被赵庄村民看清了。 好, 我答应你, 魏婷郑重地说道。 赵长枪听了魏婷的承诺后, 几步走到已经落在地上的大喇叭面前, 弯腰捡起来放到眼前一看, 除了吕智的喇叭口有些瘪之外, 变压器什么的一切正常, 看来还能用。 让一让, 大家让一让。 赵长枪挤开众人, 三步两步走到主席台上, 将大喇叭往桌子上一放, 然后手脚麻利地将已经断了的喇叭线 直接连到了工放上, 取过旁边的麦克风就吼开了。 赵炳武, 田大海, 尹大陆大叔, 立刻组织人手救人, 只要这帮混混没事, 警察会为大家刚才的过失免责的, 如果这些混混一旦完蛋了, 大家就脱不了关系了。 大喇叭被摔得音质有些差, 卡拉卡拉只响, 但是满院子的众人 还是将赵长枪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那些刚才打伤了人的村民, 一听说就这些混混可以为自己免责, 还没等赵炳武和田大海过来 组织他们救人, 他们就行动开了, 包扎, 纸屑, 做担架, 忙得不易越乎。 卫婷和手下的警察是开着三辆警, 用面包车来的, 而镇长段光辉是乘坐一辆帕萨特来的, 一些村民更是回家将自己的农用武征三轮, 开到了村部大院的外面。 这些乱七八糟的车辆充当了临时的救护车, 载着这些伤员呼啸着离开了村部大院, 向芙蓉镇的方向赶去。 在混乱刚起时, 段光辉呼叫芙蓉镇派出所的援兵时, 也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但是由于芙蓉镇到赵庄的路不好走, 所以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达。 这些临时救护车恰好能在路上迎下医院的救护车,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伤员得到专业救治的时间。 时间不大, 所有的伤员都被运走了, 赵庄村部大院又恢复了平静。 整个骚乱过程虽然惊心动魄, 但是从发生到结束总共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 现在终于结束了, 选举大会还要继续举行。 经过这么一闹, 赵长强的就职演说也免了。 赵天雄重新宣布了一下, 赵长强就是以后赵庄的村主任之后, 征询了一下段镇长的意见, 就要宣布散会。 然而就在此时, 刘友才的亲信秘书小芳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此次选举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的混乱, 所以选举结果应该不作数, 应该择日另行选举村主任。 选举大会发生了骚乱, 段光辉原本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没处排泄, 听了小芳的话, 不禁火冒三丈, 对小芳吼道。 这次选举完全符合法定程序, 为什么要作废? 至于后来的骚乱和赵长强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好, 既然你认为赵长强不适合当村主任, 那你来赵庄当挂职主任吧。 小芳本想再给段光辉添点赌, 没想到段光辉竟然要他来赵庄当挂职主任。 操, 看看这帮凶悍的乡民吧, 我这个外来户想当赵庄的挂职主任, 一个处理不好, 这帮土包子还不得把我给劈了。 小芳吓得一哆嗦, 不敢说话了。 段光辉里也不理小芳秘书, 对身边的赵长强点了点头, 然后静止走进了主席台后面的村部办公室。 赵长强知道段镇长有话要对自己说, 连忙也跟了进去。 小芳秘书尴尬地在主席台上站了一会儿, 看到赵庄的村民还没打算散去, 便不耐烦地冲大家摆摆手说道, 散会了,散会了, 大家都回去该干嘛干嘛去吧。 说完, 转身进了另一间办公室。 小芳今天的心情也相当郁闷, 作为镇委书记刘友才的亲信秘书, 他走到哪里不是前呼后拥, 连吃加拿的。 没想到今天担惊受怕了一天, 最糟糕的是到现在都下午两点多了, 连中午饭都没吃, 赵庄是不打算管饭了还是榨地? 赵庄的村民这才纷纷散去, 妇女主任顾小梅领着几个农村妇女 开始撤去主席台上的桌子, 打扫村部大院里面地卫生。 村部大院的地上,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稿靶,棍棒, 沾了血的卫生纸, 布条, 好在赵炳武和田大海已经带着一帮年轻人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一番, 不然可够顾小梅他们忙一阵子的。 村部办公室内, 段光辉虽然心情很糟糕, 但还是对赵长强当选村主任表示祝贺, 接着又鼓励赵长强, 让他不要为今天的事情背上包袱, 要迅速地在赵庄打开局面, 让赵庄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虽然这些话都是官场套话, 但段光辉却说得真情流露。 赵长强听得直点头。 最后, 段光辉又问赵长强, 赵庄有没有善于使用银针的中医。 赵长强愣了一下, 问段光辉找能使用银针的中医干什么。 段光辉便简单地将事情和赵长强说了一下。 原来, 福隆镇接到嘉河市政府的通知, 要选举10名善于使用银针的中医到嘉河市参加银针技能大赛。 大赛的前10名会进入双合市参加市里举办的银针技能大赛, 然后再选出前10名参加省一级的比赛。 直到参加国家级的银针技能大赛, 赵长强原本想说自己就善于使用银针, 但是想想自己刚刚当上村主任, 尹大发留下的烂摊子需要自己尽快地理顺。 再说, 在他看来, 所谓的技能大赛, 不过也都是名利之争罢了, 所以就没打算去凑这个热闹。 只是向段光水保证, 只要发现这方面的人才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他送到镇上。 两个人正聊着, 知书赵天雄走进来, 说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让他们两个一起去吃饭。 两个人这才离开了村部大院。 一直到众人吃完午饭, 段光辉呼叫的芙蓉镇派出所援兵也没有到达, 就算芙蓉镇到赵庄的路在南走, 他现在也应该来了, 看来长二奎根本就没打算派人来。 但是, 自始至终段光辉都没有再提这个查, 其实, 在他心里早已经将长二奎判了死刑, 早就想将他拿下, 但是长二奎是刘有才的人, 要想拿下他,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次到赵庄来维持秩序, 段光辉才点了魏婷的姜。 众人吃过饭后, 时间不大, 段光辉的司机运送商员回来了。 他和魏婷等人的车, 和芙蓉镇卫生院的救护车, 恰好在半道上相遇。 司机帮助医护人员, 将商员运送到救护车上后, 就赶回了赵庄, 他还要接段光辉回到镇上。 魏婷等人, 却没有再次回到赵庄, 而是继续带着商员往医院赶。 芙蓉镇卫生院只是一个乡镇医院, 规模不大, 救护车也只有两辆, 根本装不下那么多商员。 赵天雄一看段镇长的司机回来了, 以为他还没吃饭, 马上招呼村会计徐大磊, 让他到村里的小菜馆, 再订几个小菜, 顺便带瓶雪碧。 徐大磊刚要出门, 却被段光辉的司机拦住了, 他说, 刚刚在村口超市买了块面包, 三口两口吃了, 现在已经不饿了。 再说, 时间也不早了, 赵庄到芙蓉镇的路又不好走, 必须要尽快和段镇长离开。 此时, 太阳已经降落到了村西青云山的后面, 时间确实不早了。 在段光辉的事宜下, 赵天雄只好作罢, 和赵长枪以及村部的几人, 将段光辉送到车上, 看着车子离开了, 便也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直到此时, 赵庄的整个大选才终于落下帷幕, 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 但赵长枪最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村主任, 算是向自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赵长枪三条腿走路的打算也全部奠定了基础。 由于此次选举是临时举行, 还不到正式换届选举的时候, 所以, 赵庄的此次选举只选出了村主任, 而村委的其他成员全部没动, 等到换届选举的时候, 再重新换届。 第二天, 赵长枪像往常一样, 到村西的青云山上锻炼一番, 然后跑到书方嫂子家, 匆匆吃过早饭, 便往赵庄村部赶去他刚刚当上村主任, 许多事情都要熟悉。 当赵长枪来到村部的时候, 主任办公室已经被妇女主任顾小梅打扫得干干净净, 村会计徐大雷也来了。 尹大发跑了, 没有人和赵长枪进行工作交接, 其实, 就赵庄那些事情, 赵长枪都在心里装着呢, 根本也用不着交接。 赵主任, 这是咱赵庄往年的账目报表, 你看一下。 赵长枪刚坐在办公椅上, 徐会计就给他搬过来一叠厚厚的档案家。 徐会计是个明白人, 赵长枪刚刚上任, 最关心的一定是村里的账目情况。 而赵长枪的本事有多大, 他心里也清楚, 虽然赵长枪是赵庄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 最年轻的村主任, 但是他丝毫不敢在他面前卖弄老资格。 哦, 我看一下。 赵长枪随口说道。 然后, 随手翻动着这些账目。 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年, 村办企业的利润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赵长枪很快就找到关于石料厂、 砖瓦厂和柳条编织厂的财务报表。 三个企业都是村办企业, 村部有详细的财务报表。 赵长枪不看还作罢, 一看气就不打一出来了。 三个村办企业的账目报表上显示, 现在三个厂子竟然都入不敷出。 都欠着巨额的银行贷款。 最离谱的是, 尹大根负责的石料厂, 竟然欠着建行一百多万的贷款。 贷款理由是购买新设备。 可是, 赵长枪前几天路过石料厂, 还特意到里面去转了一圈, 哪里见过什么狗屁的新设备。 显然, 这笔银行贷款根本去向不明, 这笔钱很可能被尹大发和尹大根等人瓜分了。 但是, 现在尹大发和尹大根都跑了, 根本找不到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连傻子都知道三个村办企业每年的利润都杠杠的。 为什么报表上却有这么多的债务? 赵长枪强压心中的怒火问徐大蕾。 他是村里的会计, 出了这样的篓子, 他也撇不清责任。 徐大蕾听了赵长枪的话, 却苦笑了一下说道。 赵主任, 说实话, 我虽然名义上是赵庄的会计, 但我就是年五更的兔子, 有我也过年, 无我也过年。 村里的账目我根本插不上手, 以前都是尹大发在做账目报表。 赵长枪再次将心中的怒火压了压。 徐大蕾说的都是实话, 这些年尹大发在赵庄稿一言堂, 什么都是他说了算, 就连村支书赵天雄都被他压得死死的, 别说村会计徐大蕾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石料厂看看, 看看狗日的尹大发用一百多万 到底给石料厂添置什么新设备了, 顺便拿出一个石料厂的整改方案。 赵长枪说着话, 就离开了办公室。 徐大蕾也赶紧跟了出来。 两个人刚走到村部大门口, 恰好碰到支书赵天雄。 尹大发当主任时, 赵天雄常年不来村部上班, 现在赵长枪刚上任, 他竟然出动了赵长枪虽然能力强, 但毕竟年轻, 他要给他长好多。 哟, 小枪来得真早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有事啊? 一见面, 赵天雄就笑着和赵长枪打招呼。 天雄输过来了, 我和徐会计正打算去石料厂看看呢。 赵长枪也笑着说道, 对这个本家的支书, 他还是非常尊重的。 去吧, 多叫上几个人, 现在你要整改村办企业的事情, 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估计尹大发会有什么动作。 你们小心点, 遇事不要冲动。 赵天雄说道, 对赵长枪这个年轻的后辈他, 还是非常欣赏的, 但是他毕竟还年轻, 怕他冲动坏事。 哼哼, 尹大发人都跑了, 他还能有什么动作, 还想跟我来应得不成, 赵长枪不屑地说道。 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人去多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也能做个见证。 听我的没错。 赵天雄说完后, 便走进了村部大院。 赵长枪想想赵天雄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于是便对徐会计说道。 我们绕一下道, 把赵炳武和田大海两个人喊上, 一起去石料厂。 石料厂就在赵庄村西的青云山脚下。 以前, 石料厂都是在青云山上乱开采, 将一座风景秀丽的青云山弄得到处都好像补了补丁一样, 黑一块白一块的, 异常难看。 近几年来, 芙蓉镇想赢家和市的号召, 要大力发展旅游业, 便把青云山化成了旅游区, 并且在青云山上人为地制造了几个景点, 但是青云山毕竟太偏僻, 到赵庄的路又太难走, 所以, 旅游区虽然成立了, 却根本没有什么人来旅游, 最终劳民伤财而已。 但是从那以后, 赵庄的石料厂却不能在青云山乱开采了, 只是在得到家和市国土资源局的批证后, 在青云山脚下建立了一个稍有规模的石料厂。 赵长强, 徐大磊, 赵炳武, 田大海一行四人, 很快就赶到了石料厂。 赵长强原本以为石料厂的负责人引大根逃跑后, 石料厂的生产也会停下来的, 但是当他来到石料厂以后, 却大吃一惊。 只见偌大的石料厂里, 有二十几辆自卸王正在等着装车, 五个装载机正在不停地将已经粉碎好的不同型号的小石子 装进一辆辆自卸王之内, 忙得不易越乎。 最让赵长强吃惊的是, 竟然有一辆巨大的装载机正在将石子一铲子一铲子的倒进一个大坑之中。 不远处还有一辆挖掘机正在将一座两层的建筑物推倒。 而那座两层的建筑物正是石料厂的管理核心, 办公室, 档案室, 还有外地工人的宿舍都在那里。 整个石料厂里都烟尘弥漫, 机器轰鸣, 乱成一团。 他们要干什么? 怎么连办公室都推倒了? 田大海看着石料厂中的一切, 震惊地问道。 其他几人也一脸茫然地看着赵长强。 不好, 他们要毁掉石料厂, 快点阻止他们, 赵长强马上明白了这帮人要干什么。 赵炳武田大海挤人也瞬间明白过来, 尹大根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掌控石料厂后, 竟然打算将石料厂库存的石子迅速运出去, 运不出去的也填到地里, 将房屋全部推倒, 给赵长强彻底留下一个烂摊子。 你不是要整改石料厂吗? 你不是要给老百姓实惠吗? 好, 老子花钱将房屋推倒, 将设备也砸了, 我看你还整改个屁, 我要让你赵长强在赵庄所有老百姓面前微信尽失, 掩面扫地, 我看这个主任还怎么当得下去, 我得不到的东西, 谁也甭想得到。 赵长强一边往石料厂里面跑, 脑海中却仿佛看到一个人正站在他的面前, 用手指着他的脑袋, 趾高气昂地冲他。 吼道, 而那个人正是尹大发, 在他的身后还站着尹大根, 尹来福, 尹来财等人。 我认你个小嫩妈的, 尹大发, 你个混蛋, 为了对付我, 竟然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这是严重毁坏公共财物, 我要不批了你, 我就不姓赵了。 赵长强在心中怒骂到他已经明白, 尹大发和尹大根虽然离开了赵庄, 但是他们却在遥控指挥着石料厂的一切。 赵长强几步就窜到了一辆装载机的面前, 冲里面的司机喊道, 停下, 快点给我停下, 装载机正高高地扬起颤抖, 打算将满满的一颤抖石子倒进面前的大坑中。 大坑是工人从地里挖掘石头时, 自然形成的, 里面积攒了一坑水, 石子掺和着泥土被填入其中, 就甭打算再用了。 装载机司机是个大光头, 满脸横肉, 脖子上挂了条明晃晃的金链子, 一看就不像好人样。 这家伙看到有人拦住了自己, 便不耐烦地将头伸出了车窗, 不耐烦地冲照长枪吼道, 你他妈的是谁家的孩子, 快点滚蛋, 不然老子连你一块埋进大坑中。 大光头也不是凡人, 他一直是在福荣镇混的, 人送外号光头墙, 手下下养着十几个打手, 有二十多辆自卸网, 十几部装载机, 挖掘机, 负责好几个工地的材料供应。 昨天晚上, 光头墙接到尹大发的电话, 尹大发要给他二十万, 让他明天早上带人去把赵庄的石料厂给砸了, 并且里面的石料能拉出多少算多少, 都送给他了。 光头墙刚开始以为尹大发疯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石料厂毁掉, 但是当他听尹大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卖后, 马上将自己的胸脯拍得扇响, 说, 尹主任你放心, 我一定将石料厂弄成一堆废墟, 天下还有这好事, 搞破坏还给钱, 这是老子在行, 光头墙心中美的冒泡, 连夜弄来了五辆装载机, 一辆挖掘机, 二十多辆自卸网, 满厂子的石子换成钱, 都是真金白银啊, 能多辣就多辣。 尹大发告诉他, 在搞破坏的时候, 一定要把动静闹大, 要全赵庄的人都知道。 特别要让新上任的主任赵长强知道, 光头墙虽然不明白尹大发这样安排的用意, 但也知道, 这样一来, 很可能会和赵庄的乡亲们发生冲突, 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高傲的他, 根本没有将赵庄的老百姓放在眼中。 不就一群土包子吗? 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还有什么赵长强, 在老子眼里屁都不是。 他赶来挡了老子的财路, 老。 子怜他一块活埋了, 光头墙如是响。 因此, 当光头墙看到赵长强站到自己的面前, 要阻止自己时, 马上就冲赵长强吼上了。 闭上你的鸟嘴, 你是哪里来的鳖三? 敢骂他, 你知道他是谁吗? 光头墙的话音刚落, 田大海和赵炳武, 徐大蕾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赵长强身边, 田大海一听坐在装载机驾驶楼里的大光头竟然敢骂赵长强, 立刻火冒三丈地冲他吼开了。 我管他是谁,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能阻止老子发财, 光头墙瞪着眼睛, 冲面前的四个人吼道。 放你娘的屁, 他是我们赵庄的新主任赵长强, 赵炳武也火了, 侮辱他可以, 但是他绝不允许别人侮辱赵长强, 因为赵长强已经不止一次救过他的命。 关头墙听了赵炳武的话, 不但没有继续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我还以为是来了呢, 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村主任, 老子明白告诉你, 老子可是在芙蓉镇混的, 芙蓉镇镇委书记是我姐夫, 你们要是敢在我面前闹事,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活埋了? 放你娘的拐弯抹脚屁,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田大海老婆是个性冷淡, 因此这家伙一向火大, 一听光头墙的话, 怒火直冲顶梁门, 外部就朝装载机跑去, 要爬上驾驶楼将光头墙揪下来, 暴打一顿, 出出气, 消消火。 但是他刚跑到装载机的蝉斗下, 光头墙竟然一转手中的控制手柄, 高高扬起的蝉斗忽然侧翻过来, 满满的一铲子石子, 劈头盖脸就朝田大海砸了下来。 装载机是冬月五五, 蝉斗的容量相当大, 一铲子石子倒下来, 在田大海的头顶, 好像形成了一个灰色的瀑布一样, 眼看就要将田大海活埋起来。 闪开。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直没有说话的赵长枪忽然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抓住田大海的后腰就将他甩在了自己的身后, 而他自己却被从天而降的石子砸了个正着。 地上瞬间多出了一大堆石子, 好像平地起了一个坟堆一样, 赵长枪却不见了。 他被活生生地活埋在了石子之中。 枪歌。 赵主任。 田大海、赵炳武、徐大磊惊叫一声, 都惊呆了。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赵长枪年纪轻轻, 才刚刚当上村主任, 竟然就这样完了。 坐在驾驶室里的光头墙也有些发傻, 他原本只是想稍稍倒出一些石子, 下下田大海。 没想到触动手柄的力度有些大, 铲子中的石子也太多, 铲斗竟然彻底地轻翻过来, 将赵长枪压在了石子下面。 这么多石子压在身上, 即使闷不死, 也被砸死了。 就当挤人都有些发傻之时, 粉堆一样的石子堆忽然一阵稀里哗啦直响, 向四面分开, 赵长枪蹭了一下从里面蹦了出来。 这家伙看起来有些狼狈, 由于今天是第一天上任村主任, 去村部的时候, 书方嫂子特意将他打扮了一番, 西服领带黑皮鞋, 小平头书的滑溜的, 现在倒好, 浑身上下灰扑扑的, 领口也乱了, 扣子也掉了, 头发上夹杂着几块碎石子, 最糟糕的是, 脸上竟然被尖锐的石子擦出了几道血痕, 鲜血不断地向外渗出来, 赵长枪心里这个窝火啊。 日啊, 整天打咽, 今天被小家乔给捉瞎眼了, 自从回到赵庄他, 还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 哥平时, 他可是连子弹都能躲得开的, 刚才不过忽然想起了一点事情, 才马是前提了。 赵长枪狼一样的目光, 看着装载机里面的光头墙。 小子, 今天我要不把你打得跪在我面前叫爷爷, 我就不叫赵长枪, 赵长枪冷冷地说道。 声音冰冷的, 好像将他身边的空气都要冻结。 光头墙有些慌神了, 他实在没想到, 这么多石子砸在赵长枪身上, 赵长枪竟然屁事没有, 连骨折都没有, 这他娘的严重违反自然规律吗? 但他很快也明白过来, 今天和赵长枪算是没个善了了, 不死不休的局面。 老子先压死你再说, 关头墙猛然按响了装载机的汽笛, 巨大的声音在石料厂久久回荡, 然后马达轰鸣着就朝赵长枪砸了过去。 枪哥小心, 主任小心, 田大海三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赵长枪身子一绕, 就躲开了体型庞大的装载机, 然后扭头对赵炳武三人喊道 你们三个快点离开这里, 回村里召集村民, 马上到砖瓦厂和柳条编织厂看看, 我怕那里的东西也要被尹大发给糟蹋完了。 那你怎么办? 赵炳武着急地喊道, 他也明白赵长枪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他还是不放心赵长枪一个人留在这里。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赵长枪怒声喝道。 刚才他就是因为考虑这个事情, 在救人时才救得不太利索。 被砸在了石子底下。 要不是他身体素质好, 内外兼修, 可能就要长眠在石子之中了。 此时, 石料厂的其他人已经发现了这边的骚乱, 特别是那些自泄王的司机, 都是光头墙手下的打手, 都快不朝赵长枪走来。 最恐怖的是, 那几台正在装车的装载机, 还有那个正在破坏小楼的挖掘机, 也轰隆隆地朝赵长枪这边赶过来, 钢铁链轨碾压过大地,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好像一辆重型坦克一样, 给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快走, 不要管我, 你们在这里, 我照顾不过来。 赵长枪看到赵兵武等人还在犹豫, 气得大声重复道。 走, 留在这里, 只能给枪歌添乱, 赵兵武躲开正向这边赶过来的众人和机械, 快不朝石料厂外面走去, 现在可不是婆婆妈妈的时候。 主任, 你小心一点, 徐大磊和赵长枪打声招呼, 快步地朝赵兵武两人追去。 那些人的目标是赵长枪, 所以也没特意地追击赵兵武三人, 三人翻过石料厂的铁栅栏, 朝赵庄村里玩命地跑去。 赵长枪看到三人安全离开了, 心中才稍稍安定了一下, 只要不照顾他们, 对付面前的这些钢铁怪兽, 他还是蛮有把握的。 现在赵长枪最担心的是砖瓦厂和柳条编织厂了, 既然尹大发想到了要破坏石料厂, 肯定也不会放过剩下的两个厂子。 只让赵兵武和田大海、徐大磊三人前往, 恐怕也会有危险。 赵长枪忽然感到自己身边还是缺人, 虽然他很牛, 但是毕竟分身乏术, 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来帮助自己。 现在他只希望, 村里的村民会为了全庄的利益去守护那两个厂子。 就在这个空档, 石料厂里的众人已经将赵长枪包围起来。 里面是五辆装载机和一辆挖掘机, 外面是二十多名自泄王司机, 这些司机同时也是光头墙手下的打手, 手中都提着家伙, 搞把, 铁锹, 大砍刀应有尽有。 这帮家伙, 平日在芙蓉镇嚣张惯了, 根本没把刚从石子堆里出来的赵长枪放在眼中。 赵长枪, 只要你跪在我面前, 叫我三生爷爷, 我立刻就会放你走。 不然今天我就把你撵成肉饼, 填进这个大坑中。 光头墙将光秃秃的脑袋从驾驶室里探出来, 得意洋洋地说道。 在他眼中, 赵长枪已经是他的真上之肉, 要切咬, 剁随他的便了。 哈哈, 赵长枪赵主任是吧, 快点跪下来叫爷爷吧, 不然小命就没了。 哈哈哈哈。 外围传来, 那帮司机兼打手们夹杂着骂声的狂笑声我操你祖宗的, 今天我要不把你们打得满地爪牙, 我就不叫赵长枪。 赵长枪怒骂一声, 将已经掉了扣子的西服三把两把扯下来, 啪的一下扔到了地上。 接着将红色的帽牌金力来领带, 金丝却白衬衣, 捅捅地扔到了地上。 这些玩意, 穿在身上看上去人五人六的, 一表人才, 但是打起架来, 根本放不开, 处处撤肘。 赵长枪脱掉上衣, 露出古铜色的肌肤, 明朗的肌肉线条, 好像刻刀刻在了他身上一样, 赤着胳膊就朝光头墙驾驶地装载机跑去。 看着面前的几个钢铁怪兽, 闻着空气中浓浓的柴油燃烧的味道, 赵长枪感到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他仿佛又回到了在亚马逊魔鬼训练营受训的日子。 那时候, 魔鬼训练营的负责人乔治, 布朗亲自带着一个装甲帘, 在一片密林中围剿赵长枪, 但是赵长枪竟然愣是不但突出了重围, 还弄残了五辆装甲车。 这个成绩在整个魔鬼训练营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亚马逊魔鬼训练营虽然是一个民营性质的私人训练机构, 名义上对外的业务是为各种企业训练安保人员, 但是却和许多国家的军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训练出来的人才绝不是安保人员那么简单, 而是个个都是兵王级。 别的精英是杀人的戾气。 甚至许多小国家的军方会将一些优秀人员委托魔鬼训练营带为训练。 拦住他,压死他,光头强怒吼一声, 一缩脑袋钻进了驾驶室。 拉响了气敌,马达轰鸣着就朝赵长枪撞了过去。 其余的四辆装载机也冥想气敌, 呈半圆形朝赵长枪碾压了过来, 挡住了赵长枪的所有退路, 这帮丧心病狂的家伙算是豁出去了, 打算将赵长枪挤成肉饼。 尹大发早就对光头强说过, 只要他能将赵长枪搞死, 以后石料厂的石料只卖给他一个人, 而且绝对要比市场价低两个百分点。 光头强乍看到赵长枪忽然被自己活埋在一堆石子中时, 心中还有些害怕, 但是自从看到赵长枪安然无恙地从石子堆中出来后, 他那种害怕的感觉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现在他只想快点将赵长枪搞死。 二十多个自卸王司机, 看到场中暂时用不到自己出手, 便都向后退了退, 给钢铁怪兽们留下了足够宽阔的场子。 光头强降装载机的缠斗平端在前方, 缠口冲前, 一脚油门到底, 装载机好像发了狂的猛兽, 咆哮着就要将赵长枪拦腰撞上。 眼看赵长枪就要被自己撞死, 坐在驾驶室里的光头强不但没有丝毫害怕, 竟然有些疯癫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仿佛已经看到赵长枪被自己撞得血肉模糊, 然后被自己扔进石子粉碎机, 彻底地绞成肉线。 然而, 就当光头强开着装载机就要将赵长枪撞死在地的那一刻, 他忽然看到赵长枪的脸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 反而露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 接着他便看到赵长枪的右手忽然就多了一个亮闪闪的圆筒形东西, 好像一根收起来的甩棍一样, 不过直径却比常见的警用甩棍粗上不少。 只见赵长枪右手轻甩, 圆筒形的东西竟然在他手中变成了一杆明晃晃的长枪。 赵长枪双手持枪, 抓住长枪的尾端, 然后一步躲二步闪, 挥动手中的长枪静直朝装载机的缠斗刺去。 这群混蛋竟然想用这些钢铁怪兽将自己压死, 其心可诛, 赵长枪彻底地怒了。 竟然亮出了轻易不使用的追魂枪。 追魂枪, 枪出追魂, 神鬼莫当。 光头枪哪里知道追魂枪的厉害, 他看到赵长枪竟然弄出一个奇奇怪怪的长枪, 并且用他刺像装载机的缠斗时, 他不禁哈哈大笑。 赵长枪的脑袋不是有病, 就是被驴踢了, 竟然想用手中的长枪挡住老子的大型装载机。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膛壁当车, 要知道, 自己装载机的缠斗可都是纯正的优质钢板。 弄把神秘兮兮的破枪, 就想挡住自己, 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 然而光头枪的笑声没有持续多久, 忽然就下然而止,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刺进小腿的一段明晃晃的枪间。 追魂枪竟然刺穿了蝉斗, 洞穿了驾驶楼直接刺进了他的小腿。 并且, 就在刺中他小腿的那一刻, 他的小腿迎面骨也其斩斩地断为两截。 只有一点皮肉还联系在一起。 直到光头枪想踩油门, 快点到车时, 才忽然发现自己的右腿已经不听自己指挥了。 嗷, 光头枪惨叫一声, 仰面栽倒在驾驶楼里, 装载机因为得不到油门供油, 也停了下来, 只是突突直响。 鲜血顺着驾驶楼的门缝好像雨滴一样滴答到地面上, 淡淡的血腥味开始在空中飘散追魂枪, 据说铸造于战国年代。 世人皆知, 战国有一位铸剑大师欧野子, 铸造龙园, 泰亚, 公布三把神剑, 却不知和他同时带的, 还有一位著名的铸剑大师赵野子, 他见欧野子铸造三把神剑, 在铸剑意图已经无法超越, 于是别出西境, 铸造了一把可伸缩式的神枪, 这把枪便是追魂枪。 别看追魂枪的构造非常简单, 就好像一把大号的甩棍, 但是它的打开和收起靠的都是猛然一甩, 普通人, 无论你的力气有多大都无法做到, 这需要赵家独特的内进运用方式才能做到。 所以, 追魂枪造成后, 赵野子曾经带着他游说各国君王, 但是没有一个国君买下追魂枪。 最后, 赵野子一怒之下, 竟然将追魂枪收藏起来, 不再让他面世。 所以, 追魂枪成后, 一直被赵家世代私藏, 并没有问世, 历史不知其名。 赵家世代相传, 最后就到了赵长强的爷爷手中。 赵长强的爷爷原本要把追魂枪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天龙, 但是赵天龙自幼喜闻厌恶, 前妻死后, 更是去了美国, 所以赵长强的爷爷最终将追魂枪交给了孙子赵长强。 赵家有鼓训, 追魂枪轻易不出事, 出事便饮血, 乃天下凶器。 现在赵长强被数量钢铁怪物围在中间, 并且忧心砖瓦场和柳条编织场的情况,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终于再次亮出了追魂枪。 就当追魂枪穿过厚厚的钢板, 割断光头墙的右小腿之时, 一个染着红头发的家伙, 恰好开着挖掘机轰鸣着过来, 颤抖高高扬起, 要将赵长强像拍苍蝇一样拍死。 然而就在这时, 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幕在他眼前发生了。 只见赵长强身子向后撤退一步, 双臂后撤, 涮了一下就从厚厚的钢板中将追魂枪拔了出来, 接着身形一纵就跳到光头墙驾驶的装载机驾驶楼顶上。 然后双臂运转如风, 追魂枪在他面前左右翻飞, 闪出一道道华丽的光影。 不到30秒过后, 庞大的装载机竟然被他用追魂枪分割的支离破碎, 白亮亮的颤抖掉落在一旁, 巨大的轮子缓缓地在地上滚动着, 直到最后停下动作, 竟然也没有倒下, 油顶和输油管全部被割断, 液压油流了一地。 但是发动机却仍然突突地响着, 燃烧未尽的机油味, 和驾驶室飘出的淡淡血腥味混合成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怪怪的味道。 赵长枪右手一甩, 追魂枪啪的一声又收了起来, 变成了一个20多公分的圆筒状, 忽然就从赵长枪的手中消失了, 赵长枪的动作快得好像变魔术一样。 这帮混混根本看不清他的枪从哪里来, 又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看到赵长枪微然屹立在驾驶楼的顶端, 满脸怒火, 早晨的阳光照在他古铜色的肌肤上, 好像散发出万道。 金光, 使他看上去好像一个金甲罗汉。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令人不敢仰视的灵灵神威, 哪里还有平时清清秀秀的样子。 挖掘机内的红头发和另外几辆装在机上的驾驶员彻底傻眼。 额滴神啊, 老子是在看动漫啊, 还是在做梦啊。 挖掘机内的红头发, 使劲地揉揉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已经严重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家伙将手放到嘴里, 使劲地咬了一口, 差点把自己的手指头都咬断了。 红头发疼得直咧嘴, 不错, 是真的, 刚才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 天啊, 那可是真钢石铁啊, 赵长枪刚才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好像切豆腐一般就把庞大的钢铁怪物给弄成了一堆废铁了呢? 这家伙是金刚葫芦娃转世还是奥特曼重生? 这帮家伙怎么想都不明白。 赵长枪狂暴的动作, 匪夷所思的能力将所有人都吓着了。 一时间, 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也没有一个人敢动, 空气中只传出机器怠速的轻微吐吐声。 就在此时, 赵长枪脚下的驾驶室门口忽然被打开了, 光头墙扑通一声从里面咕噜到了地上。 啊! 虽然装载机的四个轮子都被赵长枪挑飞了, 驾驶室离地面已经不高, 但光头墙滚到地上的瞬间, 触及断腿, 仍然疼地发出了声狼嚎一样的惨叫声。 这小子也够狠, 竟然用自己的尼龙袜把断腿的上端绑了个结结实实, 大大减小了失血的速度。 给我杀, 杀了他, 老子要你们杀了他, 听到了没有? 光头墙顾不得疼痛, 暴怒地对众人吼道。 一帮混混, 这才从刚才的震惊中明白过来, 装载机, 挖掘机的司机都从驾驶室里窜了出来, 但这帮家伙从驾驶室里出来后, 不但没有冲向赵长枪, 反而跑到外围, 和二十几个自泄王司机会合到了一起, 胆战心惊地看着, 仍然站在装载机驾驶室顶上的赵长枪。 杀了他, 老大, 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家伙连钢铁怪兽都能请客间弄得支离破碎, 要是分解个人, 还不跟喝凉水一样, 解牛的袍丁在他手上都是小儿科。 哥们, 虽然咱都是你的手下, 但也就是混碗饭吃, 你不至于为了这个食料场, 让哥几个把命都搭上吧。 光头强要是知道, 此时他的手下都在想什么, 非得气得吐血不渴。 杀了他, 我要你们杀了他, 你们都想造反了吗? 光头强一边再次暴怒吼道, 一边拖着断腿向他们爬去。 地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老大, 这人有些邪护, 可能是个巫师, 手中好像有法宝, 能轻易破坏铁器, 不如我们多召集人手, 或者请几个法师, 弄几盆狗血, 黑驴蹄子什么的。 改天再来和他算账, 红头发看不下去了, 壮壮胆几步走到光头墙身边, 将他背在身后, 还小声地对他说着, 也难怪这家伙将赵长枪当成了妖魔鬼怪, 赵长枪从出枪到收枪, 前后不过一分钟, 这帮家伙根本没来得及仔细看清楚, 所以将追魂枪当成赵长枪的法器了。 操他妈的尹大发, 他让我们来的时候, 可没说赵长枪还会巫术, 我日他姥姥的, 我们上了他的大当了, 老大, 我们还是赶快去找尹大发算账吧。 另一个小弟连声说道, 他一看到赵长枪那冰冷的眼神, 就感到浑身打哆嗦, 恨不能快点离开他。 关头枪的腿虽然暂时止住了鲜血狂飙, 但还在不断地往外流血, 他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意识都开始逐渐模糊, 听了兄弟们说赵长枪是个巫师, 不禁扭头看看一直没说话的赵长枪。 就在他看到赵长枪的那一刻, 赵长枪刀子般的眼神也看向了他, 刹那间, 他竟然感到赵长枪的眼睛里面真的有光在闪动, 凝如实质的光, 穿透人心的光。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走, 我们先去找尹大发算账, 光头强使劲晃了晃脑袋说道, 这家伙现在只想快点找到尹大发, 好好地问问他, 为什么要害他们, 然而他没有想到, 事情后来的发展, 根本没有按照他的算录上来, 他不但没有和尹大发算账, 反而在某些人有意地安排下, 好好地合作了一把, 最后差点把赵长枪送进了监狱。 一帮混混, 早就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 一听老大终于让走了, 马上撒鸭子就跑。 鞋子跑丢了都来不及捡, 更别说满地的刀枪了, 在他们看来, 赵长枪根本已经不是人, 而是一个妖魔鬼怪, 和他对着干, 那不是纯粹地找死吗? 赵长枪看着刚刚还嚣张无比, 现在却狼狈逃窜的众人, 不禁哈哈大笑, 大声冲他们吼道。 哈哈, 有种你们别。 跑, 和老子在大战三百回合。 我日, 还和你大战三百回合, 一个回合老子的小命就没了, 还是快跑吧。 二十几个混混, 跑得更快了, 苦了背着光头墙的红头发了, 一边跑, 还一边喊, 你们这帮混蛋, 等等我。 这帮家伙看到赵长枪能瞬间分解大型机器, 竟然连自卸王都不赶上了, 徒步就朝石料厂的大门口跑去, 但是他们, 刚跑出大门口没多远, 就看到前面黑压压地来了一片人, 每个人手中都拎着家伙, 断头, 铁仙, 锄头, 什么家伙都有, 最让人吃惊的是, 当先艺人, 竟然是个长得窈窕动人的小媳妇, 手中挥舞着一柄血量的马道, 一边跑, 口中还直喊, 大家快点, 石料厂里就小枪一个人, 他会有危险的, 二十几个混混一看这架势, 不用想就知道, 是赵庄的老百姓来救援赵长枪了几个家伙, 哭得心都有了, 心想, 我弟娘啊, 有没有搞错, 有危险的是, 我们哥几个, 那个妖怪在肠子里好好的呢, 快向旁边的玉米地里跑, 躲开他们, 打电话给光头刚, 别让他们在砖瓦场闹了, 快点来接我们, 此时, 光头墙强大的生命力, 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看到前面有人过来, 原本已经模糊的意识, 既然瞬间清醒过来, 指挥众人, 钻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有人钻进了玉米地, 别让他们跑了, 有村民, 看到了光头墙他们, 就要去追赶, 别追他们, 先去看看小枪怎么样了, 王书芳挥舞着手中的马刀, 朝石料厂冲去, 赵庄的乡亲们, 也放弃了追赶光头墙他们, 跟着王书芳, 跑进了石料厂, 小枪, 小枪, 你在哪里? 石料厂内, 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也没有, 四辆大型装载机, 一辆挖掘机, 二十多辆自卸王亭在石料厂中, 最打眼的是, 一辆装载机, 已经成了一堆废铁, 旁边还有一滩一滩的血迹, 王书芳顿时下出一身冷汗, 难道小枪已经被那帮混蛋给害了? 小枪, 枪哥, 主任, 人们都焦急地喊起来, 大家别喊了, 我在这里呢, 娘的, 这帮家伙跑得急, 竟然连火都没有顾得上西调, 这可都是好东西呀, 哈哈, 这下, 咱们照装发了。 赵长枪赤着上身, 从挖掘机的驾驶室里跳了出来, 哈哈大笑着说道, 小枪, 你没事吧? 王书芳一把扔掉手中的马刀, 几步跑到赵长枪面前, 上下打量极眼, 才担心地问道, 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就那帮耸货, 想动我, 还差得太远了, 对了, 你们是不是听了赵炳武的话才来的? 赵长枪看着众人手中的家伙说道, 王书芳等人正是得到赵炳武等人的消息后, 才赶过来的支援赵长枪的。 赵炳武, 徐大磊, 田大海等人离开石料厂后, 马上就回到了村子里, 徐大磊先是跑到村部, 来不及和满脸奇怪的村之书赵天雄说什么, 就一把打开了大喇叭开关, 冲着话筒就吼开了。 赵庄所有的村民都听好了, 赵庄所有的村民都听好了, 现在有人正在破坏石料厂, 砖瓦厂, 柳条编织厂, 我号召大家, 快点武装起来, 去保护我们的企业。 要是在以前, 别说厂子被人占了, 就是被人烧了, 恐怕赵庄的村民们都无动于衷, 因为厂子的利润, 他们分不到一毛钱, 钱都被尹大发和尹大根等人, 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他们去管那事, 不是闲得蛋疼吗? 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村主任选举大会上, 赵长枪曾经亲口对大家承诺过, 要整改三个村办企业, 让赵庄村民真正成为厂子的主人, 要让大家每年都能分到红利。 没想到, 现在红利他们没分到, 厂子却要被人砸了, 这不是夺了他们的财路吗? 他们岂会愿意? 赵庄再次全村出动了, 除了不能出征的老人和孩子, 男人, 妇女全部武装起来, 铁仙搞把老杜头, 铲子锄头烧火棍, 腰三喝四, 骂骂咧咧一起向村部大愿集合。 谁, 是谁这么大胆, 敢来赵庄闹事? 弄死这帮混蛋, 活得不耐烦了, 骂个狗逼的。 人们玩玩袖子钻钻拳, 大有一个俩的不沾闲之事, 此时, 赵庄人的彪汉劲, 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家不要乱, 听我说。 赵炳武站在村部办公室前出煞下的高台上, 大声吼到徐大蕾也在大喇叭里, 吆喝大家静下来, 院子里的众人这才静下来, 听赵炳武说话。 现在赵庄人都知道, 赵炳武是赵长枪的人, 他的意思很多时候就是赵长枪的意思。 大家分为三队, 一队由我带领去砖瓦厂, 一队由田大海带领去柳条编织厂, 一队由徐会计带领去石料厂支援赵主任。 赵炳武大声吼道, 徐会计也去柳条编织厂吧, 那里依然的东西多, 别被坏人一把火给点了。 我带着人去支援小枪。 赵炳武的话刚说完, 台下就响起王书芳的尖锐的吼声, 只见书芳嫂子双手紧握一把亮闪闪的马刀, 好像就要出征的花木兰一样, 威风凛凛, 一点都没有往日的贤淑和委婉, 就这气势也能吓倒一大片混混。 好吧, 那就这样。 时间紧迫, 赵炳武也来不及多想, 答应一声, 便带着众人纷纷行动起来。 王书芳心中担心赵长枪, 领着一帮人风风火火地就朝村西的石料厂跑去。 很快, 赵庄村部大院就再次平静了下来, 赵天雄看着人们纷纷离去的背影, 不禁感到脊梁鼓发凉, 心中想到, 我的妈啊, 赵庄要出大事啊, 不行, 这是得赶快向上汇报。 不然上面可能又要给小枪 弄个剧众斗殴的帽子戴戴。 M, 由于镇委书记刘友才一直和尹大发关系密切, 所以赵天雄也不待见刘友才, 他直接拨打了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没想到, 因为现在镇党委办公室和镇政府办公室已经合成一套班子, 所以, 接电话的竟然是刘友才的亲信秘书小方。 喂, 这里是福隆镇党委办, 请问你找谁, 话筒中传来小方不紧不慢的声音。 赵天雄对小方并不陌生, 一听是他的声音, 一时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将赵庄的事情告诉方秘书呢? 赵天雄只是犹豫了片刻, 就下定了决心, 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方秘书。 在他看来, 刘友才虽然和以前和尹大发走得近, 但他毕竟是镇委书记, 和他的秘书说说, 也一样, 然而就是他的这个决定, 差点给赵长强带来了灭顶之灾。 方秘书听赵天雄的话, 不敢怠慢, 马上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镇委书记刘友才。 刘友才这几天正郁闷呢, 他收了尹大发的五十万, 本来想将尹大发重新催上赵庄村主任的宝座, 没想到赵长强却最终在大选中胜出, 成了赵庄新的掌门人。 刘友才心中恨透了赵长强, 上一次他去尹大发家喝酒, 赵长强竟然敢故意将一个小石子踢到他的脚下, 差点没把他的屁股给摔成了八半。 裤裆都给撕烂了, 丢老了人了。 作为堂堂镇委书记,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早就想找个机会收拾一下赵长强了了, 现在听方秘书说赵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心中不禁移动, 这件事情若是能运作得好了, 赵长强一个聚众斗殴, 故意伤人的罪名是跑不掉了。 刘友才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通了派出所常二魁的电话。 刘书记, 您找我, 有什么事吗? 很快电话接通, 话筒中传来常二魁产妹的声音。 场所长, 赵庄出事了, 听说要发生大规模斗殴, 赵天雄说是有人到他们的村办企业中捣乱, 但是前几天, 我曾经听尹大发说, 他为他们的村办企业分别联系了几笔大业务, 下家恰好这几天要过来, 我怀疑赵长强要打的人就是这些客商, 你快带人过去看看, 别让赵长强那个混蛋把事弄大了。 刘友才对着话筒大声说道, 常二魁早就对赵长强恨之入骨, 早就想收拾他一顿, 但是魏婷却死护着他, 让他无可奈何, 现在刘友才发话了, 意思很明显, 就是要扮赵长强。 魏夜叉, 等你回来, 你有本事就去找书记大人吧。 这回老子的一切行动, 可是书记大人的主意, 常二魁因策策地想到, 然后召集人马, 进了几辆警车, 拉响警报, 呼啸着赶往赵庄。 魏婷不再派出所, 他到省城林河市办事去了。 再说赵长强, 听了书方嫂子的叙述后, 知道事情大发了。 他本想让赵炳武等人, 带上十几个村民, 去砖瓦厂和柳条编织厂看看情况, 没想到这帮家伙, 整出这么大动静, 把全村老少爷们都惊动了, 搞不好要出人命。 赵长强到石料厂, 原本是想查账的, 但是现在什么也顾不上了, 对书方嫂子说道, 你领着人在这里看着石料厂, 我到柳条厂看看。 说完, 紧走几步, 跳上一辆自卸网, 打火, 鸣笛, 吼叫着冲出了石料厂, 屁股后面掀起滚滚扬尘。 尹大发恨透了赵庄的这帮老百姓, 这些家伙竟然拿了他的东西, 要了他的钱, 最终在主任大选上, 竟然没有投他的票, 直接放了他的鸽子, 他忍不下这口气, 竟然使出了招狠的, 大有一副鱼死网破之事。 他竟然直接花钱, 雇佣了芙蓉镇的流氓地痞, 让他们分别去石料厂, 砖瓦厂, 和柳条编织厂搞破坏, 在他看来, 这些村办企业, 就是他个人的东西, 现在赵长强想要回去, 门都没有, 老子要不成了, 你也别想得到。 尹大发在干这件事的时候, 还耍了个花枪, 他故意让光头墙他们早上, 才赶到场子, 让赵庄的人看到他们搞破坏, 那样一来, 肯定避免不了一场混战, 搞不好还要出人命, 无论谁对谁错, 只要出了人命, 肯定没赵长强什么好果。 子痴,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刘友才可是恨透了赵长强, 没事都想给他找点不自在, 何况有了这样的机会, 他一定会把赵长强拿下的。 只要刚刚上任的赵长强下台, 主任还是他的, 谁也争不走。 现在村里发生的一切, 尹大发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他儿子尹志高在村里呢, 将消息源源不断地告诉了他。 好好, 让他们去打, 让他们去闹, 闹得越大越好, 尹大发听了儿子的汇报, 心中乐开了花。 在他看来, 光头强和光头高, 不是太自信, 丝毫没把赵庄人放在眼中, 就是大傻逼, 竟然为了自己的钱, 而真敢大天白日地去场子搞破坏。 不过这也难怪,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自己给他们的钱, 还有抢出来的东西, 都是他们的, 足以让他们心动了。 去柳条编织厂的混混人, 送外号光头刚, 是光头墙的亲哥哥, 这俩人在福隆镇, 人称刚强双霸, 几乎包揽了福隆镇八成以上的十字土方运输业务。 光头刚带人开着十几辆亲卡, 赶到柳条编织厂的时候, 天才蒙蒙亮。 柳条编织厂的工人们还没上班, 门口的传达室也没人, 大门上铁将军把门。 光头刚从工具箱里摸出一个大号扳手, 跳下车, 来到大门前, 扬起扳手, 啪的一声, 便把老三环的铁锁给砸开。 啦! 大家都进去, 把所有的柳条编织品都装车运走, 碰到人就说, 我们是来拉货的。 光头刚比光头强多了个心眼, 没有直接搞破坏, 只是安排手下人枪东西。 十几辆亲卡轰鸣着进了厂子, 三转两转就找到了仓库, 打开库门, 就往车里搬东西。 自从尹大发下台后, 尹来财的心就没放在柳条编织厂, 这些日子, 厂子里的编织品都堆成了山, 他也没来得及联系下家来收购, 今天全便宜, 光头刚了。 很快, 十几辆亲卡就被装得满满当当。 就当光头刚装完货, 就要离开厂子时, 赵炳武带着一帮乡亲们 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自从赵长强当上村主任之后, 赵庄的乡亲们已经在潜意识中 将自己当成了村办企业的主人, 此时, 他们看到有 人来抢他们的东西, 岂能愿意? 狗日的, 赶枪老子的东西, 揍不死, 你们这帮王八蛋。 乡亲们吼叫一声, 就朝正在往车上搬东西的混混们冲去, 手中的铁仙, 镀头舞动的呼呼作响, 让人看着心里就直发毛。 光头刚手下的混混也不是凡人, 平日在芙蓉镇就横行霸道, 为了抢着向工地上送沙土, 食子等原料, 没少和别人打架, 一个个都是打架的老手。 此时看到赵炳武带领着赵庄的乡亲们冲了过来, 竟然丝毫无惧。 操, 大家别怕, 干死这帮土包子, 让他们渐渐血就都怂了。 光头刚狂吼一声, 三下五除二将上身扒了个金光, 露出不满伤疤的赤膊, 随手从后腰上抽出开山刀, 就朝乡亲们迎了过去。 这帮混混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 身上都带着家伙, 见老大亮出了家伙, 便也亮出家伙跟了上去。 在光头刚看来, 赵庄的这帮土包子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只要自己能放倒几个, 就能把其他人吓得屁滚尿流。 往常他在福隆镇和别人抢生意时, 如果生意谈不成, 只要他露出这番架势, 生意马上就会谈成, 那些工地的领导多多少少都会给他们点活干。 赵庄的这帮土包子难道比福隆镇那些干房地产的老板还牛逼不成? 然而, 这次他错了, 他小看了赵庄乡亲们的彪悍。 此刻, 赵庄的乡亲们看到光头刚带着手下的混混亮出了兵器, 不但没有惧怕, 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血性, 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场子, 他们嗷嗷叫着就冲向了光头刚和他手下的混混。 混人赵庄蒙也恰好在这拨人中, 他看到光头刚等人亮出了砍刀, 不但没有丝毫地害怕, 竟然还哈哈大笑着吼道, 操, 真是一帮傻逼, 什么年代了, 打架还用砍刀, 哪有老子的铁仙好使? 这家伙将手中两米多长的铁仙轮圆了, 就朝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拍去。 那个混混正扬着手中的刀朝赵庄蒙胸膛上劈呢, 但是砍刀不如铁仙长, 还没等他的砍刀砍到赵庄蒙的胸膛上, 脑袋就被赵庄蒙拍得头破血流, 鲜血顿时顺着脑袋流下来, 呼住了他的眼睛。 十几个混混迅速淹没在赵庄乡亲们的人海中,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就倒下了四五个, 躺在地上直叫唤, 看来被修理得不轻。 光头刚在芙蓉镇上混了这么些年, 大驾三六九, 小驾四五八,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凶悍的乡下人, 操, 这哪里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 简直是一帮暴徒。 大家快上车, 撞死这帮王八蛋, 光头刚挥动手中的砍刀, 奋力架开杂, 向自己的两把祸头, 气急败坏地大声狂吼道, 然后撒鸭子就朝一辆亲卡跑去。 另外那些混混也忽然明白过来, 如果就这样打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全军覆没, 为今之计, 只有上车硬往外闯了, 这帮家伙, 掉转身子, 不要命地朝亲卡跑去。 赵庄的乡亲们, 岂能让他们得逞, 一个个奋勇向前, 朝他们追去。 然而, 这十几个混混不但打架在行, 跑路也是一等一的, 乡亲们一时竟然追不上他们。 最先爬上车的是光头刚, 这家伙气都来不及喘一口, 拧开钥匙, 发动汽车, 然后轰鸣着, 就朝赵庄乡亲们冲了过去。 现在这家伙精神高度紧张, 什么都顾不上了, 只要能跑出去, 就是撞死几个人, 他也在所不息了。 赵庄的乡亲们虽然飙悍, 但毕竟都是血肉之躯, 哪里抵得过咆哮的汽车, 他们纷纷闪避, 但饶是如此, 还是有几个乡亲被疯狂的汽车撞飞了出去, 好像破纱带一般落在地上, 鼻子嘴里窜血, 眼看伤得极重。 闪开, 大家快闪开, 不要被被车撞上, 赵炳武看到乡亲们有人被车撞了, 连忙焦急地大声喊道。 不用他喊, 乡亲们已经在纷纷躲避了, 十几个混混趁此机会全部爬到了清卡上, 就连刚才被乡亲们放倒在地的几个家伙 也被同伴拉到了车上。 撞, 给我撞死这帮混蛋, 妈的, 敢和老子作对, 老子不弄死你们, 老子就不叫光头刚。 光头刚一边将手中的方向盘飞速地打着旋, 一边狂暴地骂道。 在他的带领下, 十几个混混开着汽车将乡亲们追得到处乱窜, 好像老虎赶羊群一样。 有些乡亲们爬到高处, 想用石头砸混混们的汽车, 但是柳条编织场不是石料厂, 里面清洁溜溜的, 哪里有什么石头? 就当光头刚驾驶着清卡, 耀武扬威地在乡亲们中肆虐之时, 柳条编织场的大门外, 忽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汽笛声, 一听那嘹亮的喇叭响, 就知道来了辆大型汽车。 一辆身材高大的自卸王咆哮着从大门外面冲了进来。 赵长枪终于赶到了。 赵长枪坐在自卸王的驾驶室里, 刚一进院子就看到十几辆清卡, 在赵庄人群中横冲直撞, 如入无人之境, 赵庄! 不少乡亲们已经被他们撞得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赵长枪原本就焦躁不安的心, 呼得一下腾起万丈怒火, 踩离合, 换挡, 加油门, 自卸王咆哮着, 好像巨无霸一样, 静止潮混混地清卡撞了过去。 刚刚还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清卡到了庞大的自卸王面前, 没有了丝毫优势, 好像三岁的孩子站在大人面前一样, 一个照面, 赵长枪就将一辆清卡的驾驶室撞瘪了, 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出不来了, 大概腿也被撞断, 鲜血顺着驾驶室向外流。 光头刚看是不好, 什么也顾不上了, 驾驶着清卡就想夺路而逃, 但是赵长枪却提前一步, 将自卸王堵在大门口, 他们想跑都跑不了了。 赵长枪顺手退荡, 只是将油门轰得扇响, 在驾驶室里居高临下地 看着躲在清卡里面的光头刚。 光头刚一看, 跑, 跑不了, 打, 打不过, 竟然从清卡里面跳了下来, 静止走到自卸王面前, 双手掐腰对驾驶室里面的赵长枪吼道。 小子, 有种出来和爷爷单挑, 人多欺负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 他本想拿话, 将注赵长枪, 然而他的话刚说完, 正躲在旁边的赵庆蒙, 忽然鞋刺里蹿了出来, 杨琪手中的铁仙, 就朝他脑袋上拍了下来, 口中还骂骂咧咧。 操, 单挑你妈逼, 回老家挑你妈吧。 赵长枪来到后, 赵炳武已经领着乡亲们躲到了一边, 救治受伤的乡亲了。 光头刚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自卸网里面的赵长枪身上, 哪里想到赵庆蒙会忽然冲了出来, 猝不及防下, 脑袋被这家伙拍了个正着。 光头刚感到脑袋顶上忽然一热, 他木然地用手摸一把明晃晃的光头, 满手的血, 接着脑袋一阵迷糊, 倒在地上, 人事不知了。 剩下的混混一看, 老大都完蛋了, 不禁都丧了气, 一个个躲在车里, 既不敢出来, 也不敢开车逃跑。 赵长枪这才熄火下车, 冲青卡里面的混混喊道, 都他娘的给我出来。 十几个混混不敢反抗, 一个个低头搭了脑袋地从车里出来, 心惊胆战地看着一脸凶向的赵长枪, 不知道这家伙会怎样折磨他们。 赵长枪却没有在殴打他们, 只是对赵炳武说道, 把没受伤的都绑起来, 然后打电话报警, 叫救护车。 柳条编织场, 有的是包装用的细绳子, 赵长枪亲自动手, 和乡亲们一起将没有受伤的混混都绑了起来。 赵炳武也, 带着几个人为受伤的混混 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势。 混战已经结束了, 总不能睁眼睁睁睁地看着这些混混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吧。 真要死了人, 事情就大调了。 赵长枪看到这边的形势稳定下来后, 放心不下砖瓦场, 不敢耽搁, 跳上自泄王就朝砖瓦场奔驰而去。 去砖瓦场捣乱的是光头墙和光头刚的结败兄弟, 花明光头三。 赵长枪没赶上砖瓦场的乱战, 当他赶到砖瓦场的时候, 田大海和徐大蕾已经带着乡亲们将破坏场子的混混都控制住了赵长枪将自泄王开进砖瓦场, 停车, 熄火, 跳下车来, 然后看了看一地的狼藉。 只见整个砖瓦场好像刚刚被土匪洗劫过一样, 到处都是被打碎的砖瓦, 随处乱扔的砍刀, 还有一滩滩暗红色的血迹。 看来这里刚才也经历了一场惨战。 二十多个混混被一百多名赵庄的乡亲们逼到了墙角, 一个个双手抱头, 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 连句大话都不敢说。 这帮家伙想想刚才乡亲们的凶悍, 心中就害怕。 赵庄哪里是什么自然村, 简直是土匪窝子。 此时,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妈的, 以后就是去闹市政府, 也不能来闹赵庄。 赵主任, 捣乱分子都被我们抓住了。 徐大蕾看到赵长强来了, 连忙走到他面前说道。 田大海也跟了过来。 两个人身上都挂了彩, 徐大蕾胳膊被砍了一刀, 用衬衣胡乱地裹了几下, 血水早已经将衬衣阴透了。 田大海的脸上添了一道血口子, 鲜血直流, 搞不好以后得留下个疤。 大家有没有重伤的, 赵长强看了一下两人的伤势, 问道。 没有, 都是皮肉伤, 到医院奉逢针, 休息几天就好了。 现在我们怎么处置这些混蛋? 田大海问道。 赵炳武已经报警了, 警察应该很快就来了。 让警察处置他们吧。 受伤的都准备一下, 马上送他们去医院逢针。 赵长强说着话, 走到乡亲们中间, 看了一下大家的伤势, 他虽然懂中医, 膳使金针银针, 但是逢针的活路, 他还真不会干。 赵长强原本以为, 警察还会过一段时间才来, 没想到这次福隆镇派出所的行动相当迅速。 他到达专瓦场, 没多长时间, 长二奎就领着亲民警察来到了赵庄。 自从离开福隆镇赶往赵庄, 长二奎一路上就没闲着, 脑袋就像车里的发动机一样转个不停。 刘友才书记已经暗示过他, 要让他将赵长强抓起来, 他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按领导的意思办事。 如果将赵长强换成其他人, 长二奎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去到就抓人, 任凭你有千般理由, 万般无奈, 打人就是犯法的, 聚众斗殴更是严重违反社会和谐, 致使公然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抓你还冤了? 但是赵长强不是其他人, 长二奎的内心深处, 怀着对他的深深恐惧。 这家伙两次大闹芙蓉镇派出所, 弄得他颜面扫地, 但最后却屁事都没有。 这其中当然有魏婷的功劳, 但是长二奎也明白, 就是没有魏婷, 他可能也奈何不了赵长强。 当初也是在赵庄, 赵长强神秘兮兮地, 竟然从省城弄来一帮大兵, 牛逼的事还是坐飞机来的, 然后将家和市局副局长武传和都痛殴一顿。 长二奎想想那件事, 头皮就有些发炸。 现在他要去抓赵长强, 这小子要是不跟自己走, 自己该怎么办? 他要是再弄来一帮大兵, 该怎么办? 搞不好人抓不到, 自己还得挨顿暴揍。 一路上, 长二奎的眉头就没梳展开, 他忽然发现, 赵长强虽然只是赵庄的一个农民, 但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 但长二奎这么些年的所长, 也不是白当的, 一路思考, 竟然真让他想出一个办法, 赵长强虽然牛逼, 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家和氏的三财邦, 氏局的武传河, 谁不想搞他, 只是他们都缺少一个理由, 现在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在眼前, 长二奎相信, 他们绝对会动心的。 于是, 在路上长二奎就拨通了武传河的电话, 将赵庄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武传河。 武传河现在一听到赵长强的名字, 就恨得牙根痒痒, 但是一直苦于没有一个理由将他抓捕, 现在听长二奎说赵长强竟然聚众斗殴, 于是马上兴奋地对长二奎说, 他马上带人到芙蓉镇, 先让长二奎将赵长强稳住, 并且嘱咐长二奎千万不要犯了赵庄村民的重怒, 那帮土包子就是一帮土匪, 惹恼了他们, 想从赵庄抓人, 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武传河连给局长于大彪打个招呼都没有, 带着一帮心腹手下就直扑芙蓉镇, 这一次他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速战速决, 绝不能留给赵长强任何时间, 让他将那帮大兵喊过来。 长二奎给武传河打过电话之后, 眉头舒展了一些, 思绪也灵活起来。 既然要借这个事情整赵长强, 就必须要先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然后才能从中找到对赵长强不利的证据, 毁掉。 对赵长强有利的证据。 但是现在长二奎连到底是谁到赵庄的村办企业捣乱都不知道。 长二奎再次摸出电话, 拨通了镇委书记刘友才的电话, 想问问他知不知道和赵长强打架的人是谁。 遗憾的是, 由于赵天雄向镇党府办报告事情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到村办企业中捣乱的人是谁, 所以也就没有告诉刘友才, 因此刘友才也不知道。 到了赵庄, 再随机应变吧。 长二奎一边响, 一边挂断了电话, 然而还没等他将手机收起来, 手机忽然又响了起来。 他低头一看来电显示, 是光头墙。 芙蓉镇就那么大的地方, 光头墙, 光头刚弟兄二人在镇上也算一号人物, 和长二奎都是熟人, 平时也没少孝敬长二奎, 当然, 长大所长也没少为这两人开绿灯。 长二奎心中马上明白了, 到赵庄闹事的人肯定是光头墙没错了。 光头墙, 你小子是不是又摊上大事了? 长二奎声音有些冷地说道。 虽然他心中已经决定要对付赵长枪, 帮助光头墙解脱, 但是仍然想敲打敲打光头墙。 只有这样, 光头墙的孝敬才能乖乖地送到自己面前。 长哥, 你是我哥, 你就是我亲哥, 这事你可一定要帮忙啊。 话筒中传来光头墙焦急的声音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我忙着呢, 这要去赵庄抓人。 长二奎故意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光头墙一听说, 长二奎要去赵庄抓人, 马上将事情的经过和长二奎简单地说了一遍。 最后还嘱咐长二奎, 长哥, 这次我们刚强, 双霸算是灾了, 我他妈闯进土匪窝了, 从赵庄跑出来的只有我这拨人, 我哥和光头三都被扣押在赵庄了。 看在大家兄弟一场的份上,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哥啊, 花多少钱都算我的。 另外, 兄弟我还为长哥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你说的都是真的, 要是有半句谎话, 到时候出了漏子, 我可帮不了你啊。 我可是明白告诉你, 刚才我已经将这件案子上报试局了, 你可别给我耍花枪。 长二奎皱着眉头说道。 长哥, 你放心, 我若是说了半句假话, 让我不得好死, 都怪我当初太贪财, 听了尹大发的话, 不然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光头墙马上在电话里说道。 长二奎拿着电话一时没有说话, 事情如果真的像光头墙说的一样, 他想拿这事搞定赵长枪还真不容易, 人家算是舍命保护公共财产, 不但不应该受到惩罚, 还应该受到表扬。 然而,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长二奎冤案办得多了, 眼珠一转, 就想到了事情的关键。 这件事情, 光头墙要想翻盘, 关键看他们去赵庄的村办企业是不是合法的。 只要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 赵长枪打人就是违法的。 想到这里, 长二奎马上对光头墙说道。 你现在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尹大发, 和他补签几份合同, 合同上必须注明, 因为赵庄的村办企业要整改, 要扩建, 所以要清理货物, 拆掉就厂房, 而你们就是尹大发故去完成这个工作的下家, 听明白了吗? 光头墙不傻, 马上明白了长二奎的意思, 只要这份用工合同一签, 自己去赵庄村办企业捣乱, 完全就成了合法的了。 赵长枪带着赵庄的乡亲们, 殴打自己的人就是寻戏姿势, 干扰别人正常工作。 电话的另一头, 光头墙坐在通往芙蓉镇的汽车上, 顾不得断腿上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 恨不能甩自己一个大耳光, 自己为什么早先就没想到, 和尹大发签订一份用工合同呢? 据尹大发说, 虽然现在赵长枪成了赵庄的村主任, 但是村办企业的负责人, 却还没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重新选出, 所以, 尹大根等人仍然是村办企业的法人代表, 对厂子里面的财务, 他们有很大的支配权。 高, 长哥实在是高, 我怎么早先就没想到呢? 光头墙大拍长二魁马屁。 操, 你若早能想到, 你就成所长了。 我再问你个事, 你们去的时候, 有没有带家货? 长二魁又问道。 这也是个麻烦事, 天下哪里有去清理货物, 还随身带着刀枪棍棒的, 明显是去捣乱的吗? 光头墙心头一惊, 刚想说没带, 话筒里又传来长二魁的声音, 你小子实话实说, 不然老天爷也帮不了你。 光头墙, 不敢打马虎眼了, 连忙说道, 带了。 你也知道, 我手下的弟兄, 隔三差五, 就因为和别人争生意, 而大打出手, 所以, 经常家伙不离身。 长哥, 你看这是该怎么办? 怎么办? 良扮, 好在随身携带管制刀具, 也不是死罪, 到时候, 让你手下的几个兄弟, 去派出所蹲几天吧。 长二魁挂断了电话心中, 却已经拿定了主意, 既然在现场有管制刀具留下, 那么要想彻底撇清光头墙等人的责任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影响他祸害赵长枪。 长二魁将整个思路又理顺了一遍, 然后才再次拨通了武传河的电话, 告诉了他自己刚刚掌握的一切和预先的一些安排。 武传河听了长二魁的安排后, 相当满意, 对长二魁连连说道, 好,办得好。 这一次, 老子一定要将赵长枪故意伤人质重伤的案子, 办成铁案, 到时候, 长所长也是有功之沉。 长二魁脸上, 顿时洋溢出一丝兴奋的笑容, 有功之沉, 操, 这样一来, 老子岂不是离高升也就不远了。 开快点, 长二魁对前面开车的警察说道, 司机猛加油门, 汽车在颠簸的路上晃得更厉害了, 扬起漫天的烟尘, 红蓝警灯闪个不停, 路上的车辆行人都纷纷闪避。 由于长二魁不知道赵庄的几个村办企业具体在赵庄的什么方位, 所以, 他先带着一帮手下去了赵庄村部。 支部书记赵天雄正在村部等着警察到来呢, 看到长二魁亲自来了, 连忙迎出了办公室。 长二魁也不耽搁, 让赵天雄马上带他去现场看看。 赵天雄先领着长二魁去了砖瓦厂找赵长枪。 赵庄砖瓦厂。 当长二魁赶到时候, 赵长枪已经组织了几辆面包车, 刚刚将受伤的人都送往芙蓉镇卫生院了。 他正带着一帮乡亲们收拾砖瓦厂的残局呢。 经过一场恶战, 砖瓦厂储存的砖瓦几乎被破坏殆尽, 就连许多还没来得及烧制的砖胚子都被砸成了土渣子。 厂子里乱七八糟的, 赵长枪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经济损失几乎达到十几万元。 赵长枪的心都在流血, 这可都是赵庄全体老百姓的财富啊。 长二魁到来后, 马上命令手下的警察封锁现场, 调查取证, 一帮人拍照的拍照, 询问证人的询问证人, 忙得不易悦呼。 长二魁满脸的严肃, 但对赵长枪和赵庄的乡亲们非常客气, 不断地询问事情的经过, 还从身上取出一个笔记本, 煞有介事的记录几下。 这家伙心里透亮, 就算要对付赵长枪, 也不能再赵庄对付他。 不然再次将赵庄乡亲们怒火激起来, 说不定自己都得挨顿暴揍, 赵长枪的彪悍却不说, 就是赵庄这帮泥腿子也够他胆战心惊的, 看看地上到处散落的刀枪棍包, 还有泛着暗红光芒的血迹, 就知道之前的战斗有多惨烈。